好欢迎回来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个知识点 这里呢讲的是垄断企业的长期均衡和利润最大化 这个知识点要求我们是熟悉 那么前面呢我们讲到的是垄断企业它的短期啊 短期它的均衡和它的利润最大化 垄断企业在长期内呢是可以调整全部的生产要素的投入量及生产规模 那么这里呢其实它又强调了一遍短期和长期的区别 如果所有的生产要素都可以调整 那么也就是说在长期是没有固定成本的 只有什么可变成本是这样的吧 好那短期至少有一项是固定成本 长期的话呢是没有固定成本只有可变成本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给大家强调过啊 由于垄断行业排除了其他竞争对手的可能性 因此呢它和完全竞争企业不同 如果垄断企业在短期内获得利润 那么利润在长期内它不会因为新的企业的加入而消失 垄断企业在长期内仍然可以保持这个利润 啊仍然可以保持这个利润 好 来如图这个图呢我们一会来看啊 我边讲边在旁边我们留一个空白的地方 给大家慢慢的画最后呢 那幅图是画的这个图重叠的啊 因为那个图上面的线特别的多乱七八糟的 好多好多的这个线 其实呢你要把这个线给它拆分开来看 我们前面的知识点已经了解的那些不同的图形的线 然后呢不断的往上去叠加东西啊 D曲线是和MR曲线分别表示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曲线和边际收益的曲线 是吧 好 D曲线在哪里呢 D曲线不还是在这一条吗 对吧 这条是D曲线 这条是MR曲线 这个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啊 MR是小于D的啊 这个是量 这个是价格 LAC曲线和LMC曲线分别为垄断企业长期的平均成本和长期的边际成本曲线啊 这个是LAC和LMC 一个是长期的平均成本啊 LAC是平均成本 然后呢 LMC呢 是它的这个边际成本 假定一开始 假定一开始垄断企业在由SACE和SMCE曲线代表的生产规模上来进行生产 SACE是什么 是平均的短期的平均成本 是这样的吗 短期平均成本 在这个位置 啊 SACE SACE SMCE 这是短期的边际成本 是吧 短期的边际成本 这个是 S M CE 所代表的生产规模上来进行生产 那么短期内呢 企业 垄断企业只能按照MR等于SMC 再强调一遍啊 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 那么在短期的话前面加上一个S 长期的话前面就加上一个L了 对吧 总之 这个部分 你把它就是不用不用去看它的短期还是长期 对于所有的市场 MR等于MC 是它的均衡的这个原理 这是不变的啊 这是不变的 在现有生产规模上 将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调整到11点 1点在哪里呢 1点在这个位置 是不是等于SMCE等于MR 对不对 或者MR等于SMCE 按照这个原理 1点在这个位置 在现有的生产规模上将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在11点 垄断企业的利润此时呢 是最大的 它的利润是在哪里呢 这个11点所对应的产量 是不是Q11在这个位置 对吧 价格在哪里 价格在这里 对应的价格 因为这条是需求曲线嘛 把它延伸到需求曲线上 那么对应的价格 P1 就在这个位置 好 有了P1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利润在哪里呢 利润的话 我首先要看它的整体的收入在哪里 整体的收入是不是就在这里啊 就是P1 这个是0 0点 Q1 然后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长方形 是它的收入 成本在哪里呢 成本是不是要考虑到它的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 平均成本和它相交在这一点吧 相交在这一点的话 那也就是说它的成本对应的这个P在这个位置 P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这个P 这个P是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成本 或者我们用H来表示啊 用H来表示都可以 好 那么此时 成本在这个位置 然后成本对应的量在这个位置 这一部分是它的总成本 是吧 那然后呢 这一部分呢 就是它的利润 好 这个一会我们会用涂色的蓝色的这个部分 来进行这个 表示啊 来进行表示 好 那么在长期中 企业通过对生产规模的调整 能进一步增大它的利润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如果我是个垄断企业 比如说我本来开了一个店 对吧 假设这个店是垄断的啊 只有我能开 别人是开不了的 这就是垄断的啊 我开的店 好了 那么我一家店我的功能就是这些 我店面的大小就是这些 所以我可以获得的最大的利润 我是可以测算出来的 因为这里面有固定的这个成本在里面 好 所以我这家店能够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利润 就这些 那如果在长期内我想要增加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开两个店三个店四个店 此时 一个店 这个店 作为固定成本 跑到长期的时候 可以开两个三个四个 那么它就由固定成本 变成了可变成本 那么此时呢 我两个店三个店四个店五个店 我再继续这么开下去 那就意味着我的收入可以再继续增长 那么按照M2等于LMC的长期均衡的原则 企业呢 将长期均衡产量和均衡价格会调整到12点 在垄断企业选择的相应最优生产规模 就会由SAC2和SMC2的这个曲线来表示 这个是第二个部分的短期的平均 它的成本和边际的这个成本 此时垄断企业获得比这个短期更大的这个利润 这个呢是图中的橙色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啊 橙色的部分在这个地方 SMC1在这个位置 这是SMC1 然后这是SAC1 固定的这个成本啊 这是SAC1 那么理论上来讲呢 我们应该用MR 对吧 MR等于SMC1 在这一点得到均衡 这是在短期内得到均衡 最可以获得的利润的话是蓝色的部分 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前面已经讲过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话呢 他把它继续进行这个调整啊 继续进行调整 那么在SAC2 SMC2的这个位置 然后来进行这个 生产组织生产 好 那么此时呢 它的长期的边际成本是这条线 长期平均成本是这条线 长期平均成本是这条线 长期的边际成本是这条线 好了 然后呢 它的边际收益还是在这里 那么此时呢 这一点就是它的第二个均衡点 就是它的第二个均衡点 好我们把它的这个第二个均衡点 你先把这个蓝的这个蓝的部分先不用看 这个面积先不用看 还是按照刚才这个蓝的面积是怎么出来的 这个同样的方式啊 我们 再画一次 再画一次 这个是 D 然后呢 这个是MR MR 现在无非呢 它就是把短期的变成了这个长期的 这个长期的 是吧 所以长期的 编辑成本 在这条线上啊 就是L MC 那么长期的编辑成本 和 长期的这个编辑成本 和 它的 这个 编辑收益 形成的这个点 就是E2点 就是这个E2的这个点 好 那它相对应的 相对应的 这边有一个 它的叫做 长期的平均成本 长期的平均成本 假设 假设说 是在这个位置 假设说 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长期的平均成本 好 那么此时 此时 啊 它的这个收益 这应该在下面啊 在下面 在下面来一点啊 此时它的收益是怎么来进行计算呢 从这一点到D点 从这个一点 往上 到D这条线 到D这条线 然后再往下 这个是Q2点 然后对应的价格在这个位置 对应的价格在这个位置 是吧 然后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它的收益 那么它的成本在哪里呢 看长期的平均成本 看长期的平均成本 这个是长期的 编辑成 编辑的这个成本啊 看它的平均成本 对应的平均成本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对 对应的平均成本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 此时呢 它这块部分 这块部分 是它的成本 那么 这里的 就是它的收益 那么这部分的收益呢 就是它所表示出来的 橙色的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张图 和前面画的这张图 合并到一起 那当然我可能因为图形 画的不是特别好 不是特别清晰 最后把这两张图 合并成一张图 就是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 所以它的逻辑和原理是一样的 你只要会画短期的 你就会画长期的 总之我们画这种图 或者是去理解这种图 第一步 看好了第一步 你要去找到 mr等于mc 如果是短期的 就是mr等于smc 如果是长期的 就是mr等于lmc 找到这个点 对应的点 那么这个点的话呢 就是均衡点 均衡点 好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 均衡点e 由这个均衡点e出发 形成的这个q 对应的这个q 就是它的什么呢 就是它的这个最优的产量 好 所以你先找到这个e这个点 e这个点对应的q就是它的最优的产量 好 然后这个最优产量qe与d的焦点 对应的这个价格 与d的这个焦点 d在这里啊 对应的价格 这个价格是什么价格呢 这个价格是 是均衡价格啊 这个价格就是均衡价格 好 记住啊 第四个 它对应完均衡价格以后 我只是知道它的收入 接下来我要算它的成本 对不对 成本的话呢 我要和它的平均的成本 去进行比对啊 也就是这个qe 第四个我写在这里 qe 与ac 与ac的焦点 对应的价格 为 成本价 为成本价 好了 所以先找到三个点 这是一个点 这是两个点 这是三个点 找完三个点以后 你接下来就可以对应的去找他相应的 收入的这个面积和相应的成本的面积 从而得到什么 得到他的收益的这个面积 得到他的利润的面积 好 那么这个图形的话就给大家先解释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一个知识点 十一个知识点讲到的是 垄断竞争市场的它的特征 那么前面我们已经经历了完全竞争 又经历了这个完全垄断 而垄断竞争是大部分市场上面的竞争 都是属于垄断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大部分的市场 那这是跟我们以前讲的东西是 这个之前我们讲到的这个完全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是不一样的 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是一个理想化的一个市场 市场上面真实市场上面是没有的 只有近似的产品 而大部分的我们所面临的这些产品都是垄断竞争的 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征是什么 需要大家熟悉的 存在着较多数目的厂商 数量很多 彼此之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竞争 厂商生产的产品是有差别的 或者是称之为叫做一只商品 但是是同种类的 同种类的 厂商进入或退出这个行业是比较容易的 资源流动性会比较强一些 它是常见的一种市场结构 比如说像整个日化用品 还有呢餐馆旅馆商店等这些服务业的市场 什么牛奶火腿啊等这些食品类的市场 书籍等大部分的都是属于垄断竞争 你去判断垄断竞争 怎么去判断 你就去看它提供的产品是有差异的 还是没有差异的 你比如说同样提供的是肥皂 有的是碱性的这个肥皂 有的是除菌的肥皂 有的是专门用来洗衣服的肥皂 对吧 你比如说雕牌 就是专门用来洗衣服的肥皂 舒服家是专门用来洗澡的肥皂 用它都是肥皂 所以它是同种类的 可是呢 它是不同的质量的 这是抑制的 抑制的这样的一个品种 那同样是餐馆 有中餐馆 有西餐馆 对吧 有吃面条的 有吃包子的 所以它都是餐馆 但是它提供的产品是抑制的 但是呢 提供的都是同一个种类的 好 那么这种呢 我们称之为叫垄断竞争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二个指数点 垄断竞争企业的短期均衡的原理 如图所示啊 垄断竞争企业面临的需求曲线 有两种 一种是地需求曲线 另一种是大地的需求曲线 这个比较复杂 一种是小地 一种是大地 那么小地的需求曲线呢 表示在垄断竞争生产集团当中 这个生产集团不是我们所说的一个集团啊 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集团公司的集团 这个集团指的是这个垄断竞争行业当中的所有的竞争者 它的这个集合的总称 称之为叫集团啊 那么在垄断竞争生产集团当中的某一个企业改变产品的这个价格 其他企业的产品价格都保持不变的时候 这个企业的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之间的一个关系 这呢是一个小地啊 这个是一个小地 我们可以怎么理解 就比如说 这一排的沿街有很多的餐馆 有很多的餐馆 假设说 这些餐馆当中有一家餐馆是面馆 面馆 那其他有别的吃的东西 假设这家面馆 把它卖的这个面的价格下调20% 也就是便宜了 在这种情况下面 其他的餐馆不改变他们餐馆提供产品的价格 那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一条街道的沿街 如果这一家改变了它的价格 其他不改变价格 那么是不是意味着 这一家可能会拥有更多的客户 是这样的吧 可能会拥有更多的客户 好 所以它还是向右下方 还是向右下方 但是你想想看 实际上真正的竞争 因为它是垄断竞争 行业很 就是竞争的这个对手很多 如果这家餐馆正在搞打折促销的活动 那么势必就会有其他的餐馆 跟着一起打折 跟着一起推出促销的这个活动 所以它也会发生变化 它不会因为你变化 我就不变化 我就坐等着我的客户被你挖去 对不对 所以它也会发生变化 所以大地的需求曲线表示的是 在垄断竞生生产集团的某个企业 如果改变了它的产品的价格 其他的所有厂商 也使产品价格发生相同的变化时 这个厂商产品的价格和销量之间的这个关系 好了 换句话来讲就是 如果这个面馆 把它的面的售价下降20% 与此同时 其他的餐馆 也降价 他提供的这个餐饮的产品 那么此时 对于这个面馆来讲 它的面的市场的需求曲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是会用这个大的那个D来表示 用大的D来表示 那么在图中 第一呢 是某个垄断竞争企业的需求曲线 原来的销量是在Q1 企图通过将P1价格下降到P2 从而将销售量提升到Q2 然而其他企业也会跟着将价格从P1降到这个P2 使得该企业实际的销量是Q3 落在这个C点 那么企业实际价格变动 引起销售量变动 会从A点移动到C点 那么得出的这个D的需求曲线 就是它曲线从第一平移到第二 此时得出的就是D的这个需求曲线 这个企业的需求曲线 从第一平移到第二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它是什么意思啊 本来一个企业 你看它是怎么出来的啊 这是P 这是Q 来 原来它面临的需求曲线是这样的 这个是第一 是这样的吧 好 原来它如果的价格在这个位置 价格在这个位置 这是P1 对应的产量是 Q1 Q1 价格在这个位置 这个企业它试图通过降价的方式来增加它的销售 那个销量呢 通过降价的方式来增加它的销量 好 价格往下降是不是往右方走 往右方走 对不对 好 往右走了以后 它的这个价格变到这里了 此时呢变成了Q2 此时变成了Q2 那么这里的话呢 就是它降价 这个是P2 这个是P2 好 对应的是这个Q2 好了 那么对于这个企业来讲的话呢 这条是它的这个第一曲线 是它的这个第一曲线 好 然后神奇的事情来了 当它把价格下降 从P1下降到P2的时候 如果其他的企业不发生任何的变化 那么它的这个销量会从Q1增加到Q2 可是其他企业也跟着一起变化 你想想看 面馆降价了 其他的餐馆也降价了 那么是不是它预计能够卖到的是Q2 但实际上它卖不到那么多 因为别人跟着也降价了 是不是把它原来吸过来的这些客户 可能又分流一部分到其他的这个店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有可能是对应的是Q3 这里有个Q3 所以它实际的效果是最后达到了Q3 最后达到的是Q3 并没有达到Q2 也就是它的销量没有达到Q2那么多 比Q2要来的少 达到Q3的这个位置 好了 此时大地曲线是什么 你把它原来的这个A 最初的这个点 降价以后 它的销量变成了Q2 把这两个点连在一起 这个就是它的大地曲线 这是别的企业跟着一起变化的时候 产生的这个曲线 这叫原来的这个曲线 好 那么降价以后这个企业所面临的整体的一个需求曲线 应该是往左移动了 平行的往左移动了 以这个点 以这个点 画第一的平行线 这个就是第二 所以它从原来的需求曲线第一 变成了现在的 这个画的不是很好 就这个点是在一起的 现在变成了需求曲线第二 就是变成了这个点 需求曲线第二 好 所以现在同样是降价了 但是降价以后 它的产量没有原来的这么多 没有原来的这个这么多 所以呢 它的这个需求曲线是往左平移的 那么从这张图上来看的话呢 它其实是向下 向下 好 这个是垄断企业的短期均衡 它的这个一个原理 这是新的一个需求曲线 垄断企业的短期均衡 仍然要满足MR等于SMC 这是不变的 这是出发点 MR等于SMC 在短期均衡的产量上 必定存在一个地曲线和地曲线的焦点 它意味着市场上的供求是相等的 此时垄断竞争场上可能获得的是最大的利润 可能利润也是零 也可能蒙受最小的损失 总之在这个点上 对这个企业其实来讲是最合适的 因此企业会通过不断的降价的过程 使得MR和SMC的焦点 对应的销量正好等于D和D的曲线的 相交时的均衡产量 如这个图 前面我们看到的是 他前面讲到的是这个 从图A到图B 原来它的这个D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大D的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个是D1 这个是D2 原来我们是不是只有这三根线 然后呢 对于这个企业来讲呢 它有这个企业的边际的成本 和平均的成本 对它来讲有它的边际成本 和它的这个平际成本 那么它试图不断的去找什么呢 不断的去找它的这个焦点 焦点比如说 它原来的这个焦点是在这个位置 它的焦点呢 是在这个位置 好 那么在这张图上面的话呢 它的焦点应该是用H来表示 是吧 这个焦点应该是用H来表示 好 那么我们还是要按照M2 等于 记不记得 用M2等于 MC 去找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在哪里 第一个点在这里 这个一点 一点然后上去 对应到它的这个焦点 它不断的去调整啊 一再不断的去调整 使这个一点和这个H点 在一条直线上的这个产量 它不断去寻找一个产量 这个产量正好能让这个一点和这个H点 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 这是它要做的这个事情 好了 找到这个点以后 这个点对应的这个价格 就是它的销售的这个价格 好 那么此时呢 销售价格是这样的一个 也就是它的收入是这个方块 SAC 由这个一出发的这个Q 对应的这个SAC的这个焦点 是它的成本 所以下面这个方块 是它的成本 那么它的利润是这一块 对吧 它的利润就是这一块 所以找利润的方式 和我们前面的那个方式 其实是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那么这里呢 就辨识到它在找的这个过程 你看第一第二 M21 M22 原来从第一 它的这个焦点 在这个点 然后呢 再去寻找一个焦点 变成了这个点 它不断的去寻找 最后不断的去寻找以后 通过 因为M2的话 是要去找焦点的嘛 对不对 M21和SMC 焦点原来在这里 然后呢 第二个焦点在这个地方 好 不断的去调整 它的焦点的位置 以及不断的去调整 它是调整M2 和MC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这一点 以及不断的去调整什么 不断的去调整 大D和小D的这个位置 这个图告诉我们 就是它在调位置 调到最终的结果是 这个点和这个点 在一直线上 这就是它要做的事情 好 那么此时呢 就达到了什么 S是短期的 就是达到了短期均衡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13个指示点 垄断竞争企业的 长期均衡的原理 这个要求我们熟悉啊 要求我们熟悉 在长期内 垄断竞争企业 它不仅仅是可以调整 生产的规模 还能加入或退出 生产集团 如果有利润 就会有新的企业加入 如果在长期 因为它有竞争对手嘛 它跟垄断 完全垄断不一样 完全垄断 没有竞争对手 长期我也可以保持 但是 对于它是有竞争对手的来讲 如果是到长期的话 有可能有利润 就会有新的企业加入 那么 没利润的话呢 就会有企业退出 就是这一条街 如果它这个店开了比较好了 它可能会再去开一个 第二个分店 但是别家的店如果开了好了 别家店也会再去开分店 对不对 所以 如果说有利润的话 大家都会不断的去开分店 那如果说没有利润的话 可能这家店它就不开了 就这家店本来就给它关掉了 也不再开新的店了 这就意味着 垄断竞争企业和完全垄断企业 在长期均衡时 它的利润是不一样的 完全垄断企业 是可以获得超额的利润的 而垄断竞争的企业 它的利润必定为零 也就是说 垄断企业在长期 它的利润是零 为什么它的利润是零呢 因为走到长期的时候 不断的会有企业 有利润就会有企业进去 有进去就有竞争 一直到这个 因为垄断竞争的话 会有很多的竞争者 对不对 不要看它只有垄断 有垄断两个字 它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竞争者 所以从长期来看 从长期来看 一定会有利可图了 就会有企业进去 那么进去的企业越多的话 它的这个行业 它的利润就越来越薄 最后到零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再到零的时候 利润再这个薄下去 最后变成负的了 就会有企业退出 企业退出的话呢 它的供给就减少了嘛 所以呢 它的利润又会从负的 慢慢慢慢变成零 然后再变成正的 那然后呢 变成正的以后 又有不断的企业加入 然后它的利润又慢慢慢慢 又减少 变成这个零 然后最后变成负的 所以从长期来看 它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 最后是零 也就是说LAC和D曲线 会存在一个切点 这个时候 它的价格等于 它的长期的平均成本 利润等于零 如图表示 长期均衡条件当中 垄断竞争的均衡条件之一 与完全垄断企业相同 MR等于LMC等于SMC 它既等于长期的编辑成本 又等于短期的编辑成本 所以MR等于S等于MC 这个是不变的 同时由于利润是零 另一个均衡条件是 这个时候利润是零 另外一个条件是什么 平均的它的收益 也等于长期的平均的成本 也等于短期的平均的成本 这两个相同 那么当平均的收益和成本 都相同的时候 那你想想看 收益和成本相同 那是不是意味着 它的利润就是零吗 对不对 好 它具体的这个图形的话呢 应该是这样的一条图形 这样的一个图形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LMC 先找到编辑成本 先找到编辑成本 和什么呢 和MR的焦点 这个焦点对应的这个点 也是大地曲线 和小地曲线的一个焦点 同时也是长期的平均成本 因为它的平均成本 和它的编辑成本 和它的这个叫什么 平均成本和它的 价格 因为这个D的话呢 和它的价格又是相 和它的平均成本 平均收入 这个D和它的平均收入是相同的 平均收入是相同的 所以呢 LMC呢 又等于它的这个平均收入 此时呢 和LAC也相同 所以点都落在这个位置了 那么点都落在这个位置的话呢 就意味着 它的整体收益在这里 成本是不是看LAC的 成本看LAC的 在这一个点上 所以成本也是在这个点上 那此时它的价格 是不是也在这里 它的价格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当它的价格 也正好等于它的焦点 同时等于LAC 同时也等于 这个LM 同时也等于这个AR 等于AR 是这条D曲线的时候 那么这一块 它的利润在这里 而它的那个成本也是这一块 它的收入也是这一块 把收入减去它的成本 没有利润 没有利润 这一个部分 神学院 为于 你 这个